好今天出來這個 暴增了七起這個本土案例 確實讓國人心裡是有點慌了 那你怎麼看這個這樣的一個狀況 今天增加七起那個本土案例 陳時中部長也知道說 已經進入了社區感染的階段 你看這個是這個 五股那個食指會的 那一群組裡面的訊息告訴大家說 所謂的篩主會的那種悔完 他告訴你說你看 4月28日到5月9號之間 你如果跟某某會長的接觸者 只進行留意是否咳嗽發燒 全身無力的症狀有沒有 他如果有的話 要趕快跟衛生單位聯繫 那這個當天他在獅子會的聚餐的話 總共攜開四桌 有40幾個人跟他在一起 40個人左右跟他在一起 所以跟你講說 這個案件 為什麼會造成很多人的一些恐慌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獅子會的那個會員 前會長有沒有 他跟我們這次講的 華航基斯的染疫這個事件 有沒有沒有什麼正相關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那到底是不是有很多社區的感染源 我們不知道對不對 你看他現在就是指揮中心 已經告訴你嘛 這個獅子會的這個案 1203這個公共場合的那個活動史有沒有 5月4號晚上那一天他現在還在查 就是精華廳餐廳 就是我剛才講的就是那個獅子會的那個聚餐 對不對 那現在有誰 那5月6號 他竟然在盧州長安店的這個來來按摩 這個地方有去抓冷的 大家小一點 你鬆一下 現在可能會變很暗的 那這個晚上 調查中他做大風車婚姻 這是剛才那個婚姻會館 對不對 所以他有在這個精華廳餐廳 新莊的精華廳餐廳 他在盧州的大風車婚姻會館 這兩個地方出現的話 那你大家回想一下 這應該時間不久 應該應該可以很容易想得出來 所以這個案子的話你看 他跟很正常的跟那個華航的機師群聚的那個案子 是沒有什麼相關聯的話 那到底這個病毒從哪裡來 難道那一天也有機師跑去吃飯嗎 喔我不知道啦那開玩笑 好啦那另外一個案件 今天那個本土新增的案例 在這個宜蘭羅東有沒有這個遊藝場裡面 也有5起案例喔 那這個案例的話 幸好這是繼續在這個銀河百家樂的那個 遊藝場嘛對不對 遊藝場裡面 那最早發生的這個案件的話 是一個女員工的案一二零二嘛 他今天就是先發生有一些什麼腹瀉啦 嗅覺異常啦 呼吸道感染然後發燒症狀 可是他一直去看了醫生之後 診所看了醫生之後 一直看都看不好 症狀都沒有減輕啊對不對 所以他才會醫生就才 安排他採檢之後就確診了 那後來現在又發生說 他當時有一些同事喔 有三名同事 還有另外一個常客店在那邊打電動 這個這個四個人也已經 現在已經確診 所以你看這個遊藝場裡面 那個場合裡面 是不是前幾天 美國才有個最新的公佈報告 以前那之前說室內的安全距離 不是要維持在六英尺嗎 對 對他說六英尺以外 應該就比較安全 因為那個飛沫 各方面的話不會 可是說真的 後來他們的最新的報告 不是六英尺 現在變成六公尺 就從一點 對從一點八公尺要增加到六公尺 你看所以就跟你講說這個 武漢肺炎的病毒到現在為止的話 你有看到嗎 一年多以來 這個病毒還是蠢蠢欲動一直在 沒有 所以我就覺得說前一陣子很多的事情 已經鬆懈掉了 包括你看剛才講到說那個什麼 諾富特的那個飯店有沒有 那葉原知講的說之前就 其實這個以前 以前就已經很多人在檢舉了嘛 就告訴你說 我竟然做一班課 而且他們之前就有人檢舉講說 你在這裡居家檢疫的對不對 你同一個樓層同一個電梯 你都沒有分倉分流 那我如果一般老百姓住進來 住在這個飯店裡面的時候 我如果走過 你如果在我旁邊 就全都對 所以那個時候 大家已經檢舉很多次 可是後來人家檢舉說 他說這屬於誰管轄的 是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還是桃園市政府觀光局 對 大家都要拆來拆去 沒關係 我就跟你講說 現在這整個過程出來之後 大家還是要想清楚 這個接下來要怎麼去防堵 那當然剛才佑琪一開始講說 現在華航他們 指揮中心已經告訴說 華航的從所有的機組員 全部招回來 包括全商機組員 14天的檢疫對不對 那現在又有人又開始在講說 欸 我如果14天回來的時候 我都沒有分倉去幫忙 台灣的晶片就送不出去啊 我就跟你講 台灣如果倒了之後 那些晶片也沒有人要做啦 也沒有人要用啦 真的 所以你要搞清楚狀況嘛對不對 先把疫情顧好拜託 台灣有辦法走到今天 還在全世界還在做什麼晶片啊 什麼什麼股市大漲啊 什麼亂七八糟一大堆 全部都是因為我們防疫做得好嘛 所以人家講這些幹什麼 所以人家講說要滑航 真的是要狠狠的痛一次啊 大家記不記得那時候 紐西蘭機師有沒有 他就是那個紐籍的機師有沒有 他長榮的就是為遵守那個防疫規定啊 我們那時候本來253天的零本土案例有沒有 就是因為這個紐西蘭機師趴趴趴 就給他搞錯了 他跟那個廣達的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女員工有沒有 兩個人這邊跑那邊跑 居家檢疫七天自主管理七天耶 這個是十四天是你不得任意外出的耶 那你有沒有做到 當然沒有嘛 我就跟你講說很多機師那個時候什麼 從三天什麼居家檢疫啦 十一天自主管理啦 五天檢疫什麼幾天 我就跟你講十四天啊 這個是不可以打折的啦 對不對我們之前就講過 就像華航這個案件 從五月十一日為止 到今天為止的話 已經總共有三十六個人確診耶 裡面十四個人是機組員耶 我說指揮中心真的很辛苦喔 我之前也PO了很多 我PO了很多照片 就陳時中那個時候眼睛有 大家記不記得 武漢肺炎那個時候 正熱烈的時候 正嚴重的時候 他那眼睛整個天都沒睡 眼睛整個這樣 五個人在那邊打瞌睡有沒有 中人翔跟那個像在後面打瞌睡 真的辛苦 因為累到不行嘛 好那可是說實在話 我們一直在呼籲說 我們民眾一般人不能夠鬆懈 不能夠鬆懈下 像現在很多人不戴口罩 很多人在聚餐很多東西 我說實在話 那個很多時候 包括你去拿餐有沒有那個自助餐 很多人都沒戴口罩啊 所以說實在這只要有一個破口 就實在是很嚴重 那現在好你說你要華航清零2.0開始 你要把這些機師召回 就像又齊剛剛講的 真的要讓華航狠狠痛一次 我講一句話 其實台灣最危險的人在哪裡 不是那些醫護人員 醫護人員當然他有他的風險 可是大部分醫護人員 他是沒有接觸到這些病毒源的 那現在病毒源在哪裡 病毒源機師最嚴重嘛 因為你常常要到外地去到國外去 那你去國外的話 你就有可能把病毒帶回來 可是機師齁 我真的是要講一句重話 我現在終於知道說 高水準高知識高收入的人 不一定有高道德高人格高水平 對不對 你這些機師是不是高收入 是不是高學歷 那你做的事情呢 我舉個例子 除了剛才講的紐西蘭機師之外 二零二月今天二月底的話 不是有一對空腹圓情侶嗎 華航的 兩個人居家檢疫未滿的時候 把手機放在家裡面 兩個人開車出去偷偷去玩 對不對 那是後來警察在路上臨警 才知道說 你不是要居家檢疫 對不對 你怎麼都走出來 那另外一個 去年的12月的時候 長榮那時候開除三名空服員 為什麼 11月10號 11月17號跟12月2號 這三名空服員 走出去跟親戚聚餐 對不對 走去打球啦 走去參加什麼學校課程 還有跑去露營的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長榮一知道之後 三個就全部開除了 好那接下來 後來還有那個什麼 在外地有沒有 他出去外國說 去參加什麼百人趴 還有人說什麼 腹肌師 之前大家不是在熱烈討論嗎 這個腹肌師 瞞著已婚身份 到處約炮有沒有 照三餐約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光約炮的 就三四十個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只要有破口的話 開玩笑這哪是你能夠擋得住 所以這一次我就覺得說 那個防疫指揮中心 他有一定有疏失 這個我們不要賣公北餐 今天大家如果要幫什麼 防疫指揮中心幫陳時中講話的話 可是你要面對事實 防疫指揮中心 這是確實是有疏失 可是我桌子在話 疏失最大的到哪裡 在哪裡 對對你現在陳時中承認有社區感染啊 那這個社區感染從哪裡來 對不對 你總不能告訴我說 宜蘭羅東那個打 遊樂場的話 是機師跑去打電動吧 對不對 那不可能 那個相關性太低了嘛 即使有的話 那趕快把他疫調查出來 對不對 那我是跟你講說 機師這件事情的話 我講實在話 我們現在清零 華航清零2.0的話 落實最重要的是在哪裡 就是在你的管理階層 你如果不管用什麼方式 訂定更嚴格的標準的話 你這些機師航空公司不遵守的話 永遠都是一個最大的破口